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关爱 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的城池以及港口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况且在中国历史上因地理条件而受到影响的军事与战争的例证也是不胜枚举 首先从大处着眼 比如中元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 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元时 方方游为什么常常会以秦岭 怀和为界 为什么山西高原 关中地区 四川盆地 江南一带 福建区域 乃至岭南地区经常会出现军阀歌剧 其次从小处看 为什么燕门关 家御关 梁子关 采石基 剑阁道等关爱的得失 总是关系到整个战争格局 险关一般都是恶卯地之咽喉 可谓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胎 因此 这样的军官 当然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方 如下所示 山西是个多山的省份 属于广土高原 东有太行山脉 西有吕梁山脉 南有中条山脉 没有阴山于脉和横山 中部有太阅山脉 此外 还有武台山 洪涛山 汽州山等 黄河奔腾营流于西面和南面 山西境内山岭起伏跌倒 沟谷纵横交错 山间多陷落盆地和河流窃川的沟壑深谷 地理形势所决定 山西关爱众多 在历史上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展开全文今天 小西就带大家来一起看看咱们山西的十大关爱 梁子关 梁子关 原名伟则关 由天下地球关之称 因唐代平阳公主率领的梁子军 曾在此驻扎 不得金鸣 就是在抗日时期 梁子关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守作用 燕门官 燕门官 又名西行官 古有天下酒塞 燕门为首之说 唐代诗人李赫 曾为其副师燕门爱首行 而杨家将的故事更是让燕 门官家喻或小 抗战时期 赫龙又在此指挥了著名的燕门官大捷 宁武官 宁武官 宁武官是三官中历代战争最频繁的 为农庚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劫掠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孟门官 孟门官 有山西的西大门之称 是名副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 古时有东有娘子官 西有孟门官之说 偏头官 偏头官 又名偏官 有三进之平藩 近北之所要之称 偏头官附近的黄河老牛湾 为中华民族两大象征长城与黄河的握手处 沙虎官 沙虎官 又名沙虎口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著名的睡卡 更以走西口中西口的身份 而闻名天下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新 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 故而起名沙虎口 后来为了缓和民族矛盾 正是改习名为沙虎官 金庸称沙虎口 封灵渡封灵渡 自古起来 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诸多战士均发生在此 在金庸先生著名小说神雕侠旅中 封灵渡是主人公杨过与光相陷后的地方 平行官 平行官 北有横山如平高市 南有五台山微然耸立 地势十分显耀 这里又今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平行官 大捷而闻名 金所官 金所官 这里曾为军事要塞 是古代地域北方匈奴东进的门户 黄泽关 黄泽关 山势险峻 路径曲折 又称十八盘 围通往河北之要岸 有山西东大门之称 微山西综合整理 专载需著名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